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了内地专家来香港除了帮忙治疗之外 也帮香港开一条新路 这件事其实之前一直都有人想推的 但是过去特区政府在前几届政府不是做得到 林太他透露了会在将军澳开一个公营中医药中心 其实我的看法是非常好的东西 西医其实就应该要用一个开放一点的态度 林姐叫我说的 接受中医进入香港的医疗系统 还有会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 当然有些西医也会去读一些中医的学位 我自己也认读一些朋友是会这样的 我自己看的西医 他也是有去学针灸和中药的 这个是大势所趋来的 因为有些东西的治疗效果很明显 就是中国传统的医疗 对某些症状来说 林郑月娥当然是有魄力的特首 林郑月娥说 在3月9日开始举行11点抗疫记者会 当时的重点已经放在治疗和三减中 今天他说话主要是说治疗 如果网友已经听了林郑月娥说什么的话 就说一句不好意思 我现在坦白跟大家说 我现在说的事情是他说过的 但我当然有点评论 三减是什么呢 三减就是减少感染 减少重症和减少死亡 那这个一直都是特区政府做事的方针 有些人就不断狂骂特区政府 说特区政府这样做得不好 那样做得不好 那我的看法就是 香港的问题就是在接种疫苗方面 有大量的负面的信息 有关疫苗 不单只是负面这么简单 还不是很正确的信息 就在2021年的时候就不断传播 那就是这样的话 一个地方抗疫很难成功的 还有有一帮人呢 在2020年开始 2019年年尾应该是这么说的 他们已经是不断攻击特首林郑月娥和特区的政府的团队 其实有一帮人还要攻击做事的人 公务员团队又说什么党 那些东西 其实就是说真的 人家跟程序做事就不代表有党的 有些人呢 就是他们想带那个社会走向一个方向 就是政府做什么都反对 政府做什么都骂 那当然了 2019年之前 主要这样做的人呢 就是所谓的凡民主派 还有有些本土派的人 还有些港独有 他们基本上就是无所不用其极的 想方法去削游特区管治的威信 特区政府其实是很惨的 那么多届特首 每一任特首呢 都是被某些利益集团去疯狂攻击的 其实就是 那难搞到不得了 我只能够说 那现在有七个内地的中医药专家 由中科院院士和小林带领 他就去了不同的治疗设施去看 那政府昨天也公布了 就是70岁以上的长者可以去 社区检测中心那些地方免费接受核酸检测 那如果你是阴性的话 你就立刻去接种疫苗 其实70岁以上的长者 希望如果这里有 盲友 有朋友 70岁以上都叫他们尽快去接种疫苗 不要再等了 因为再等下去呢 是害自己之余 还害了社会 其实这样不是那么好的 那当然了 今天那个记者会呢 是有了 陈兆史在这里 陈兆史就是 2019年年尾已经被人欺凌了 其实就是蓝营的人 是很早就欺凌他的 2020年的时候 还有9X叫做西门指径 他说陈兆史是不会抗疫的 是要靠这个西门指径 自己踢陈兆史 一脚陈兆史才会做事的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陈兆史有说的 他很认同同小林在推广中约上面 讲三意 意懂 意行 意得 中医药在香港应用得好不好 我觉得是OK的 但是可不可以再做好些 我觉得大家都是 再做好些是好些 尤其是在医院系统那里 要不要多些懂中医药的医生呢 我觉得是有需要的 我粗浅的看法 不过这个 大家要记得就是 康福者 新冠康福者 十次医管局协助 营运中医门诊服务 这些措施 其实中过新冠的人 去看十次中医都是好事 就是我粗浅的看法 当然 你相信我粗浅的看法 你就去看一看 如果是 这些政府也提供了给大家 应该 我觉得 如果你觉得有需要的就去用 Toracef就说了 很惊讶 达马sir之前中药招 达马sir之前中药招 他现在都会吃中药条理的 其实坦白说 我们自己在外国也很长时间 我们有些不是很妥的东西 其实西药也不太能治得到 有时候老实说 你看西医 他也会跟你说 西医上是没得医的 要是你做针灸 要是看中医 是会有这样的东西的 其实是 大家都要明白 其实中西医结合这件事 其实是好事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有些人觉得这些大陆东西不好 但是 我很坦白说 有些东西医是处理不了的 比如你说预防新冠那些 中医其实是处理不了的 一定是要用西医用的疫苗 就是你一定要拿每一样东西的最好的东西来用 比如有些头痛 其实最好头痛不是吃止痛药的 其实针灸是可以医到头痛的 因为我自己如果头痛发作 就是偏头痛发作 其实针灸是最快的 针灸和放血有两种方法的 其实都是很快见效的 不用吃药的 中医师针几药就可以了 或者针灸师针几药就可以了 我自己认为是可以的 有些人当然不相信 有些西医就不相信中医 或者不相信针灸是可以的 我自己看过西医的话 就没有下次的 有时候赶紧急着都会看 一些不相信中医的西医 是完全不相信的 那些我自己就不会再看 看一两次就算了 因为你会知道的 好了 现在这个情况 就是特区政府派了三种中医药 我们也说过给大家听 用是要小心一点的 莲花清均胶囊 金花清锦火粒 和霍香正气片 我自己就没有说过 叫人用霍香正气片 我叫人用就是用霍香正气水 而且我也不是叫人内服的 所以先告诉大家 这个要澄清一下 因为之前有人以为 我叫人用霍香正气片 其实没有 我也不能够拿别人的功劳 对不对 特区政府其实已经派了 930多万盒中药 这个数字会再升 当然是 之后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会有中医药 进入这个公共医疗体系 其实是好事来的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又是预防条理 是有用的 就是预防一些什么呢 就是预防一些大病 但是就不是预防疫症 你预防疫症 其实是很难的 我自己的看法最有效的 都是疫苗的 就是这么说 西医有些会坚决反对的 但是 我觉得这次疫情就提供到一个方向 和国内的专家 也都可以帮到手 当然了 制度政策 有些是要松一松的 那 希望 就是特区政府和那些议员 快快脆脆搞定 这些东西 大家都 就是帮到手 Sylvia Lung 就说呢 感冒单靠吃西药 脱不了了 其实通常身体不好的人呢 就是如果你吃西药的话 都没有什么效的 其实感冒的话 其实吃西药的话 他都叫你休息多些 通常呢 吃西药脱不了了 就是因为你没有休息的 其实就是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了 就是有些人忙些 也都会 就是 吃中药 他 很多人都可以帮你煮卖的 那当然 特区政府那些 没有这个服务 煎药 你要自己搞的 其实如果我理解 就 但是其实都很好的了 你在香港也很方便 就是买过那些 就是药煲 电那些 那些是很方便的 不用怎么搞的 是很简单的 本来已经 我的看法就是 那 那 Judy K.W.D.就说 很多时候 多样工具帮手会很多 是的 这个也是 其实放血就不是恐怖 是放一滴的 其实它是 其实就不是真的那么大问题 那 Jennifer Cole就说 有耳鸣都是针灸舒缓 其实很多人都是 西医束手无策的 那些都是 中医搞定的 其实是这样 那尤其是那些 就是自身身体 感觉到那些病 就是因为很有趣的 它就算有时候西医做了MRI 都不知道是什么的 它原因是不长的 其实就 Karen就说有药粉 不需要煲 那就方便了 但是其实我自己就比较喜欢煲药的 是的 那 那 政府的体系,你不用它也不行的,我的看法就是 为什么你也要用一下政府的体系呢? 因为譬如他现在拿了资源出来,你可以看10次 看10次是没有人用的话,之后要再拿一些撥款就不是那么简单 其实那个问题就是这样的 我知道有些人信中医的,信中医的人当然会看,但其实香港的社会整体来说 我理解信中医的人并不是真的很多 Kwok Hing Ho说完成三针都会中,但是轻症疫苗放冲症和死亡是真的 我们一家人就是例子,其实是一定的,一定是这样的 疫苗是很有效的,所以你说有些人将抗疫这件事分中西医 又说买西药不对,要买中药就可以了,那些是荒谬的 你一定是两样好的东西都要拿来用 你不能够限制自己工作的方法的,我的看法就是这样 Kwok Hing Ho说年轻人很少看中医,是没错的,是有这个情况的 Toracef说免费都要排队看的话,不如留给其他经济市民吧 政府中医很难预约,其实就不是 我们自己有些网友都有用过这个,我才跟大家说的 有10次可以看的,你说是不是很难约,其实我理解就不是很难约 我粗钱的看法就是不是这样的,年轻人少看中医是真的,Toracef 整体来说,社会是不太相信中医的,其实 当然,现在还有一件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确诊的人,病情轻人现在是可以去求医的 因为高拔星就说了,你年纪就大过60岁 有没有打针,高拔星他现在建议都是去接受治疗的 如果60岁以下未完成疫苗接种 又有其他长期病患的高危因素 也都建议大家去求医的,即是如果你快差 你现在还是要去求医的,现在是 这个高拔星今天特意去澄清的 因为有个误解就是,以为那些人说病情轻就不要去求医 但是现在,不是因为现在松了很多了,其实 医院服务的压力已经下降了 大概,医疗体系里面9000个感染 或者曾经感染的人就在医管局的设施留医 仍然阳性的就有5000个人左右 内地团队去到亚博支援呢 那里就可以本来由照顾200人 现在去到400人 结合中医的服务也会提升 也会令到重症减少 用呼吸机的人 应该是200多人减到150人 死亡个案现在减到每天100个左右 其实这样也算是很好的了 有些人说为什么要死人呢? 其实你问这个问题的话,你就要问一下 为什么有些人用了整年时间去吓死长者 或者不让长者去打疫苗 你要问这个问题 好了,急症服务方面 高拔星也有说过 安排求医确诊者进医院已经没有困难了 现在已经是 之前因为医疗系统真的受不了了 太多人确诊得太快 只是哭声地来 指定门诊 现在每天有4000个名额 但是现在实际使用是1600个 预留给长者即日丑 有2000个 使用量只有400个 其实现在长者有些人都不去看医生 现在这样的情况 我也是劝大家 如果有什么不妥都去看医生 现在可以了 因为之前疫情太厉害的时候 就不行了 现在有医生看着 事情都好一点 口服新冠药 默沙东和辉瑞 高拔星已经说了 用了23000次 非常多 23000次 其实量是很惊人的 我告诉大家 我想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 是用那么多新冠口服药 好了 那空卫斯就说 那当然 那时候当然不行了 你说上万人感染的时候 或者过万人感染也是不同的 现在那个 疫情开始减缓了一点 那服务就会提升 那问题就是突然之间爆了 你什么医疗系统都处理不了 事实就是 有很多人现在在狂闹 那其实没有意义 我自己粗浅的看法就是 那好了 那还有指定诊所 外展服务 住院服务 急证室 社区隔离设施 都会有提供这个 就是口服药的 那当然了 就是现在 医疗系统好 又没有人会说 特区政府做得好 因为这个 他说疫情好了 那当然是好 但是那个问题就是 你疫情爆得这么严重的时候 你的医疗系统是很难受得住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 其实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染疫 染得这么厉害 还有这么多人重症要入医院呢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之前是不打疫苗的 是太迟打疫苗的 所以搞到现在一拨就赖特区政府 其实我的看法也是不太妥的 这样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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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水埗倒棍呢 就说 可能上海疫情原因 VPN卡都爆 那上海那个情况呢 就 现在有很多人呢 都 买不到东西 好像现在我的理解就是 是要靠 就是 统一分配食物 肉啊 菜啊那些都是要 靠分配 其实不错的 也不是说很差 就是薯仔 萝卜那些 还有一个椰菜那些是有的 我看到有朋友就贴了他那个情况上去 那也都有一些洋葱啊那些 那 再加少少肉呢 其实已经可以煮个汤 那家里你会有些煮食的嘛 就是你会有米啊 又会有面的嘛 就是你家里有米有面 你再加这些其实就已经OK 那 上海那个情况是难的 但是 他们很快就会搞定的了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因为这一样东西是靠大家去配合的 就是大家配合就很快就搞定了 这个疫情是 就是好像James Joel说的 总之成成团结抗疫 是的 就是只要不要有一帮人在那儿不断拖后腿狂扭呢 其实整件事是 就是我操线的看法呢就是 有一帮人呢在香港呢 就是搞我这件事 他不是想这件事好的 就是 就是 孔威斯就说 就是去了粉岭那里方仓 基本上呢 就没有事可做 每日就是清洁两次 工作人员比病人多 这个就是 这个疫情是动态的 你也要明白 对不对 就是这个疫情动态 那个情况不多 就是你也要留意一下 就是 有些人是会狂骂的 说用得少 又会了些东西来骂特区政府 其实 你要明白一件事 那个疫情是在变的 每日都是 那Jojo Lee呢就说 就是韩国用口服药都很多的 应该比香港多 那我就不知道啊 这个 因为如果你用 就是你计算用隋德西韦那些 那些 我又不是很清楚 这个 这个 因为我的理解就是 这种药是有效的 其实是 那 那 香港 算是很快就有了 我也要讲一讲 好了 那 Toracef就说 昨日最痴险的报道 竟然是有人严格防疫包 太多人碰很骄髒所以不要 我心想 他们平时不是去买东西的吗 他买回家吃品 又知道有多少人碰过 不是有些人找东西来骂嘛 Toracef你明白吗 所以很麻烦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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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kimi 方仓没有人就好 但是有人又会骂的 我告诉大家 所以不是很适合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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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水埗倒棍就说 分配看那个区 街上有没有钱 不是 到处都有 那就麻烦了 如果是 那一定会有 有人 那边有 那边有 那边没有 那就很麻烦